好 那我今天要那個就是 講的就是第五全電視牆監看 激發V.TV的專案 那大家可以到這個黑客松這邊 這邊有我們第五全電視監看平台的這個 然後裡面有簡報有slide 就是等一下我要講的內容 好 那因為全程錄音錄影 那就之前這邊有一些朋友會 就是叫我立法院默奈總 可是這邊因為就請大家證明就是 就叫我紐克利就好了 那經過正式立法院向日葵數位體驗議 那我們可以看到就是多數媒體的報導 是否對這些媒體偏偏的言論感到憤怒 比如說這位Defuse My Heart老兄 或是感到無力 原來台灣國還真的是有臨時政府啊 而且先不要管這個臨時膽的臉 好 如果你的憤怒及無理事的話呢 發出你的聲音 現在就跳坑吧 好 第五全電視牆監看平台 那這邊第五全呢 我指的是可以監督媒體的 因為媒體都自稱第四全嘛 那唯一可以監督他們就是我們的公民 就是第五全 那但是他們通過公眾視聽 甚至影響的資訊透明自由 那我們能做的呢 就是拿起自己的設備 記錄下自己的所見所聞 好 那這個平台目標就是打造有聲的環境 及高度可自訂的電視牆 方便直播主和觀眾的使用 那評論的評呢 這個就是表示見面要有及時的聊天室 方便同性值的電視牆的觀眾 彼此溝通 直播後的影音也有評論 這些可以應用 那這個起點呢 就只是因為當初想要用電視牆方面 抓出直播畫面問題 那原本連結大家都知道 就是點了旁邊的這個連結之後呢 就只能看到右邊的畫面 那其他頻道的畫面就會看得到 那直播斷掉或者是完全沒畫面 可能原因白白款 比如說奇怪的風導致那個防水部 蓋住其中心抬鏡頭 好 這是真實案例 好 這時候如果有電視牆 就能在第一時間發現 那這個電視牆除了作為 應對健康用途之後 還可以收看大長花 好 比如說 這邊這個直播 快快快 時間到了 好 那 好 那 那那個 要做過這個媒體操作新聞畫面 有什麼方法 比直接用電視牆 修出對話的來更好 那這邊還有更多機器面的應用 好 那我們GVV.TV的目標很多 那歡迎就是大家來參與 那最後讓我用一句 那個維大力氣水的廣告詞作解 GVV ZWB DIS THIS HOPE GOOD TO JUMP? 你行票逛買嗎 齁 現在我們需要大家加入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小力克 接下來 好嗎 到目前為止 好